现在很多人说 哎呀 我这个精神上 还不去讲他了 我身体也不好 所以师父告诉你们 什么叫健康 什么叫健康 很多人连健康都不知道 健康是什么 哎呀身体好 你争气了 健康是什么 健康就是使自己不受罪 懂啊 健康就是使自己不受罪 健康是儿女啊 不脱累 你健康了 儿女就不会被你脱累了 所以很多人折磨自己的身体 实际上你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你脱累自己 脱离自己的亲人 孩子 健康 就会少拿医药费 健康 就能节眨你的养老费 健康那是一种无形的制裁 你们今天有身体 你们还能出来度人呢 还能念经念得动啊 如果你们今天都是 念经都念不动啊 你们坐在观音堂里边 整天念两四斤马上就睡着了 你想想看呢 这多惨了 对不对啊 一张小房子都念不出来 所以 这个疾病 是一种恶性的透支 所以生病了 透支了 家里财务透支了 大病归倾家荡产 大家懂吗 辛苦奋斗 几十年 一场大病回从前 你看看 生病很生吗 现在生病生不起啊 对不对啊 爱妻爱子爱家庭啊 或爱健康等于灵啊 所以每个人都要学会 爱健康爱就等于爱众生 对不对啊 你说 从师父讲起来 师父爱你们弟子 我要保证自己的健康 我才能弘法 从你们来讲 你们自己要保护你们的健康 你们才能以后照顾你们好 你们的孩子 对不对啊 自己弄到浑震肚子病以后 你还照顾孩子啊 那孩子来照顾你啊 而且现在的孩子要照顾父母亲 不容易啊 那他们有几个能够照顾父母亲的 对不对啊 我们父母亲还不舍得去用孩子 不用 他很忙 他上班 他有家庭 他也要照顾孩子 所以父母亲自己扛啊扛啊扛啊 他会帮助 Hast 那个 怎么